重大突破 中国版X37B航空飞机发射成功 经过两天赛轨运行顺利返回 那么陈设中的空天飞机距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新华社9月6号报道 我国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区 经过两天赛轨运行 于周日顺利返回预定着陆点 该飞行器于9月4号 从我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搭载长征RF运载火箭抵达预定轨道 此次飞行任务 标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方面的重大突破 正为太空和平开发 提供便利与低成本的往返运输工作 此次航天任务同样被遮盖在 5米级别大型整流罩之下 令外界好奇的目光望远欲穿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此次发射次日报道 称其可能是搭载了载人飞船密封舱 也有可能是无人航空飞行器 或者是自动化航空飞行器 类似于美国的X37B 启动器战区平台4号的报道 则直接将我国此次发射 称为中国版的X37B航空发动机 航空飞机或空天飞机的技术航量 与航天飞机简直有云移之别 那么传设中空天飞机距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观察者网文章显示 最早的空天飞机计划 是由美国空军1950年代提出的X20研发项目 原本预计试飞后装备侦察设备 做太空侦察之用 试成之后再配备核弹头 发展出可用于执行洲际和轰炸任务的 太空核轰炸机 可以说美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世界攻略研究史 当时X20C1号思雨技术问题 而止步于全体次模型 此后的航天飞机计划中 隐约能看见X20设计理念的影子 同时期冷战中的苏联也不甘示弱 1965年开启罗旋5050航空航天系统项目 就以X20回标版 却也于1972年被取消 但留下了试验阶段的米格105验证机 这次我国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 也能从扫轩2017年的研究中看出端倪 启动器战区平台报道称 当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提出了 一种像飞机一样飞向天空的 非传统太空火箭计划 该描述显示 这一航天器具有水平起飞能力 可实现无人驾驶飞行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 我国就一直开始进行相关设计 直到21世纪 00年代中期 对于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的设计理念 有新的认识 中国观察家兼航空航天爱好者 让德维尔分析指出 中国的航空飞行器研究 设置了一个三步走计划 首先是设计出垂直起飞的水平着陆飞行器 其次使之在轨道上 实现水平起飞 飞行 第三步设计出水平起飞 与着陆的单极入轨航空飞机 神龙号航空飞行器 就是在此期间出现的研究成果 照片显示 轰6曾挂载的神龙号飞行器 最早出现在众人眼前是在2017年12月 有观点认为 神龙号在2010年 2011年 可能进行过大气层 亚轨道是非 言而盖之 目前为止 仅有美国的几例航空飞行器项目得到证实 但仍需要考虑 大气层内的动力来源问题 具备自身动力的空天飞机 仍在世界人民脑海中滑水 未经落实 而我们还在前进的道路上 最重要的还是稳步追赶 才能取得长足发展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